大家好,我是阿聚 今天带大家重温一部经典日剧《美丽人生》 由牧村拓栽长盘贵子主演 曾打破日剧近30年的收视记录 即使过去了快20年 这部日剧一直占据在日迷心中 要说为什么,那就是超级纯爱 好了,废话不多说,咱们直接开始 这个男人叫冲岛东二 他是一名发型设计师 他所工作的美发沙龙非常有名 经常会登上时代周刊 也常常会有艺人光顾 但这些名人的造型设计 暂时还轮不到他来 因为和他同期进入的川村物 嘴巴很甜 非常会讨客人和店长的欢心 所以享受着最好的资源 东二做不到像他那样 偶尔还会被投诉服务态度不好 但因为能力还是很强 店长也没有过多的干预 今天他骑着心爱的小摩托 在差不多到红绿灯时 一辆红色小车里突然伸出一只手 让他差点翻车 车里的女人看上去年纪不大 但这一头卷发 看上去就跟大妈一样 东二说他刚才的行为很危险 女人装作不知道 又互相扯了半天 直到后方催促才再次出发 没想到的是 两人又到了同一个地方 女方还以为他穷追不舍 东二表示只是碰巧要来借书 说完就准备进去 女人又叫住了他 理由是他的摩托挡住了车门 东二心想 这人是什么奇葩 位置不是多着呢吗 直到对方将一个东西从车上放下 东二指住了他想要说的话 女人叫丁田杏子 刚刚因为贪便宜 给学徒的发型师烫了个卷发 17岁时因为疾病导致双腿不能行走 现在在这间图书馆里工作 因为靠轮椅行走 难免心里会自卑 只是表面上会装作若无其事 这位叫美山的义工 常常找他并有意追求 他却觉得对方是在同情他 没有看出对方话中有话 直到同事左千惠 和刚好听到他们对话的东二点醒 曾有同事坐轮椅的男性追求过他 他确实没有想到 健全之人也会对他有兴趣 姓子对这个叫东二的男人很好奇 不像是左千惠一样看上了他 而是他对待自己的态度 就像对待正常人一样 不像别人看到他坐轮椅 就表现得很谨慎 他反而很直接不掩饰 一点都没有要照顾他的意思 还形容他像一只春天的杀鼠 他问哥哥丁田正夫 这人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 是不是很奇怪 新一轮的杂志造型 店长这次让东二和川村物一起上 川村物很快找到有名气的模特 做他这次的造型 东二和他的学徒助手阿巧另辟蹊径 希望找到一个合适的素人进行改造 本来看头发阿巧渐渐变成了看身材 看了一晚还是没有合适的 东二想起了图书馆的那位 左千惠很惊讶 东二竟然是那间名店的造型师 本想报名参加 但东二的目标是姓子不是他 姓子也很想换掉这头大妈式的卷发 他之所以会烫这个发型 也是因为他常去的那家店 可以让轮椅方便进入的原因 姓子还是来了 只是没有想到还有杂志社的人在拍照 东二答应 要是做出来的效果不满意 可以不拍 看着东二诚恳的态度 姓子选择相信他试试 结果让姓子很满意 完全变了个人似的 拍照时整个人显得非常僵硬 东二陪在身边鼓励他 他已经不记得到底有多久 没有面对镜头笑得那么开心了 经过一个下午的拍摄 虽然疲惫 但姓子心里非常的高兴 东二尝试从他的角度 看着美丽的晚霞 这让姓子觉得这个人真的很奇怪 但又很特别 东二驾驶着轮椅 打算带姓子到餐厅吃顿饭 去了好几家店 都不方便轮椅进入 无奈 东二决定背着他进去 但他可能没有考虑到姓子的想法 在地铁口附近的拉面摊 姓子说 并不是不想让他背 只是觉得自己到时悬着脚 可能有点难看吧 回家时 好几辆出租车看到姓子后聚载 姓子安慰东二说 自己习惯了 离别前两人相约 要是上了杂志的话 再到今晚的拉面摊庆祝 在杂志新刊发行的这一天 姓子早早就来到了店里找寻 好消息是他的造型真的上了杂志 而且比川村物的模特 站的版面还大 竞争对手川村物讽刺东二 是早有算计 利用残障人士来拨眼球 东二虽然心里不舒服 但还是阻止了崇拜他的阿巧 为他打抱不平 图书馆的同事也一样 觉得东二大概是在利用姓子 姓子听到后强忍心中难过 表示见怪不怪 毕竟这才是现实嘛 东二通过左签会要了姓子家电话 电话中他邀请姓子 到那晚的拉面摊庆祝一下 但姓子还在为利用他的事耿耿于怀 并没有答应去赴约 东二就在拉面摊干等着 拉面摊老板提醒他快要下雨了 递给了他一把伞 一把在那个时代日剧里经常见到的 象征着希望的红雨伞 听着屋外突然响起的大雨声 姓子也若有所思 最后在雨中的相遇 让两人见身爱意 这一页也算接了过去 东二这次的造型登上了杂志 并比对手穿村物占据更大的版面 按道理应该要升级成高级发型师的 但因为对手从中作梗 还是没有升级 这个女人叫小泽真公 她是东二的前女友 现在是店里的顶级造型师 能力或许有 但主要原因说不好听 是卖肉讨好店长换来的 她和店长的关系人尽皆知 却还是常常缠着东二 仿佛自己干的事无伤大雅 还把自己当东二的女友 自从上次雨中约会 姓子和东二已经有些日子没见 姓子表面不在意 但在好友作弄下就原型毕露 在左千惠看来 姓子既漂亮又可爱 性格也有趣 但唯独面对恋爱这件事 她就会马上变得不自信 并且找各种借口去逃避 左千惠对此既心疼又生气 姓子对左千惠的这种情绪很理解 因为她的家人也同样如此 只是家人没有像左千惠一样点破 家人都是深爱着她 处处为她着想 但又怕过于直接伤害到她的自尊 社工美山喜欢她 虽然再次被拒绝 但还是不放弃迎难而上 以后还是会来借书看她 看到这一幕的东二 学着美山的话笑话姓子 姓子见到东二 心里还是有点小窃喜 还把有和服女人找她的事告诉了她 东二似乎不惊讶 刚准备出门 就碰到了左千惠 她开玩笑猜测 东二会不会是被妇婆包养了 其实妇人是东二许久未见的妈妈 这次来 是东二这次的造型设计上了杂志的事 不是来恭喜 反而是让她不要太张扬 因为他们家经营着有名的冲倒私人医院 家大业大 但身为长子的东二 现在却做着理发师 这样的事 怎么都无法跟身边的人开口吧 他们交谈的这一幕 刚好被准备交还东二遗落设计稿的姓子听见 晚上下班 姓子有意无意地带左千惠到那间东二常去的拉面摊吃面 不久 东二也来了 左千惠心领神会 用最快的速度吃完 留下了姓子和东二两个 气氛有点尴尬 姓子也只好早早吃完准备结账离开 东二还是没忍住跟了上来 虽然姓子嘴上说着不用麻烦 经过白有红色鞋子的橱窗 姓子看着那双因为自己坐轮椅 而没有勇气穿上的鞋子 久久不愿离开 东二和姓子说了今天妈妈找他的事 他曾经想当一名医生 只是考了三次医科大学都没考上 后来发现自己有让人变美的天分 虽然家里反对 但现在做一名优秀的发型设计师 就是他的梦想 随后让姓子谈谈他自己的梦想 过于敏感的他还以为东二是嘲笑他 东二的苦笑 姓子知道又是自己的自卑作祟 想多了 左前惠再次起哄 让姓子趁热打铁 把设计稿亲自送回给东二 主动创造见面的机会 听闻上次的杂志造型媒体要采访东二 川村物当着前台同事的面 谎称东二休假不方便给拒绝了 姓子并不知道川村物的为人 还有他和东二的竞争关系 就这么把设计稿交给了他 托他转交给东二 川村物迅速把东二的设计稿拍下 又假意找到姓子 说这东西很重要 还是让他直接去他家交给他 打算制造他没看过的假象 在昨前会的鼓励下 姓子还特意买了两份牛肉饭去找他 到楼下看到东二和小泽刚好从公寓出来 现场气愤一时陷入尴尬 他把东西交给东二后就匆匆离开 心里想着他是有女朋友吗 本来以为和东二的缘分到此为止了 但发现东二的设计被抄袭 就连该设计的名字都没有放过 小泽马上找到姓子兴师问罪 设计是他们这一行的生命 姓子哑口无言知道自己闯了祸 于是叫上左前会陪自己去找东二道歉 东二倒是没有责怪 小泽也不是他女朋友 不要太在意 但姓子却忘了自己是来跟他道歉的 质问不是女朋友 为什么会从他家里出来 左前会提醒姓子 现在不是东二的谁 他的私生活怎么样是他的自由 姓子这么问有些过分了 姓子决定和左前会 用自己的方式为这次的事做一些补救 他们收集杂志 到街上找寻他们觉得好看的女性造型 在录下各种影视剧的经典形象 整理成册和录像带 本来想悄悄交给助手阿乔就走 但还是被冬二发现了 姓子和左前会精心准备的相册和录像 被怒火中烧的小泽踩得一无是处 并且越来越过分 对他人身攻击 口无遮拦地形容说姓子坐轮椅 就是为了装可怜 性子理解 被喜欢的人这么对待是什么感觉 也理解小泽 是因为喜欢冬二才会这么说的吧 所以让冬二去追小泽 不要在意他 冬二也趁这个机会 把他和小泽之间的事情讲清楚 虽然对方还是态度模糊 面对是不是喜欢姓子的问题 冬二自己也没有想清楚 但姓子送来的东西 确实也帮了大忙 让冬二终于找到了灵感 成功定下新的发型设计 参加下一次职称评选 为了庆祝去老地方吃拉面 左千惠识去的没跟着去 但拉面摊今晚特别火爆 于是第一次坐着姓子的车 去了一家冬二熟悉的酒吧 冬二越喝越多 渐渐胡言乱语 甚至坐到旁桌去了 等到两人要走时 才发现姓子的车 因为乱停车被拖走了 冬二只好叫出租送他回家 但姓子憋了一晚 公共厕所的卫生很差 又不适合他这种 腿脚不便的人 怎么办呢 只能就近先去冬二家解决吧 冬二在门外一直问个没完 问他是大便吗 问里面还有纸巾吗 为什么这么烦呢 因为他喝的太多 想吐了 姓子还在想 他会不会为化解自己的尴尬 所以故意装吐 却无意中发现 冬二买了那双红色的鞋子 冬二承认从杂志那件事情 他就有点在意姓子 然后逐渐变得在意 到现在的非常在意 一个残障人士的爱情之路有多难 27岁的丁田姓子 十年前因为疾病导致双腿不能行走 今天去跟男友冬二约会的路上 充满了阻碍 修路被迫改道 躲避货车 陷阻车轮动弹不得 看电影 要依靠男友抱上抱下 一起去吃饭 还容易挡别人的道 即便男友对这些都心甘情愿 跨过这些物理的阻隔后 还要面对精神层面的障碍 例如害怕成为对方的负担 同时又会对对方的态度非常敏感 男友抱怨突然下雨好麻烦 会认为是不是在映射自己也很麻烦 希望男友能对自己温柔一点 又怕被过度照顾 反而自卑不安 甚至男友为了救自己 衰落舞台也只能袖手旁观 换做是你的话 会不会就已经放弃了 而性子就曾经多次都想放弃 故意做一些讨厌的事 说些伤人的话 让对方也放弃自己 但恋爱这件事 单方面的决定往往不能如意 董二确实有些被伤到 但自从受伤之后 一只手不方便的他 喝咖啡想加奶和糖 都会因为一只手懒得拿 想要放弃 何况性子已经坐了十年的轮椅 于是在性子故意冒险 做他不能驾驭的激动游戏 除了把自己吓得不轻 东二也没有如他所愿的放弃 因为东二和性子有相同的感觉 很想让他可以自由自在的玩游戏 让他能陪他走 陪他跑 对这些愿望 东二感到很无力 但这并不代表他会因此嫌弃 仅仅是谈恋爱 已经遇到那么多问题 要是一旦结婚的话 意味着有更多的东西需要放弃 到时住在一起 工作不能像现在这么全心全意 还有平常生活中一堆的小问题 已经陪伴妹妹度过十年轮椅生活的哥哥 非常清楚 于是告诉东二跟妹妹这样的人在一起 并不像他想的那么容易 虽然东二对性子是认真的 但确实也没有想过结婚的问题 所以性子哥哥反对他们在一起 为了性子不受伤害 也是为了东二自己 劝他还是找个健全之人更合适 性子不知道哥哥找了东二谈这些事 但看到他宰着一个漂亮的女人 除了猜测他和对方的关系 同时也很羡慕能这样没有阻碍的 和东二着同一辆车离去 冲倒浩月 东二学生时期的女朋友 曾经和他经历过一段非常难忘的热恋 再次相遇 东二内心还是有许多说不出的想念和冲动 但东二很诚实的给浩月透露 自己在跟一个腿脚不变的女生交往 而浩月其实也已经结婚 最近发现丈夫有外遇 已经在考虑离婚 最近常来找东二 包括让他为自己换了新发型 是为了能从东二身上找到勇气 就像读书的时候一样重新开始 性子很在意 通过阿乔打听到浩月工作的地方 想要看看对方长得怎么样 这次的受伤和东二身边出现的不明女人 让哥哥更加反对他们的来往 即便听到喜欢妹妹的社工山美 也鼓励妹妹不要放弃 确实将来很可能会受伤 那也是因为真的喜欢才会这样 想要不勉强 除非勉强跟不喜欢的人在一起 但就跟翅膀受过伤的小鸟一样 那再次飞翔的信心 不是想有就能有 何况还有自己身体的真实情况 性子也没有勇气向东二说明 于是听从了哥哥的安排 先到乡下堂妹那里散散心 顺便忘了他和东二的这一桩 哥哥还把那双红色鞋子还给了东二 希望他也能死心 但是心软的性子妈妈追上东二 找他谈了谈 这是女儿第一次带男朋友回家 27岁了 就像是迟来的青春一样 性子最主要的原因 还是因为自己的病情 他有一种免疫力不全的病 虽然每月按时复查吃药 除了不能剧烈运动 平常的生活并无大碍 也能和正常人一般活到老 这一切都建立在 那30%恶化的几率不会发生 否则很可能有生命危险 女儿跟东二一起之后的改变 他每天都看得到 他真的很在意这段关系 但未来的事儿 谁都没办法说清楚 东二也是别人家的孩子 性子妈妈也不能自私的 只考虑到自己的孩子 希望东二能考虑清楚再去找性子 要不然就这样各自安好 其实对双方都挺好的 浩月已经离婚 并打算去大阪工作 他主动问东二 他们是否还有可能重拾过去 那一晚 看他被丈夫打了之后赶出家门 自己确实很心疼 也怀念和他的过去 并收留了他 虽然一晚相安无事 但过去就是过去 他现在心里已经有了性子 拒绝了浩月 东二本来觉得自己已经想好了 看到性子抱着唐姐的孩子 若有所思 觉得大概要再考虑清楚一点吧 关于浩月的问题 东二很诚实地承认自己 还有心动的感觉 但跟失去性子 那种被勒住心脏的感觉相比 可能不值一提 他不会让性子现在表态 大家都先回去想清楚 再到东京谈一谈吧 性子果然还是打算放弃 想到从来没为他下过厨 希望能去他家为他做顿饭 然后开心地分开 东二隐约也知道 这是打算和他最后的晚餐 于是性子所有的顾虑说了出来 他的病情 以后生活的问题 要不要孩子的问题 等等等等 他都想清楚了 答案还是不会放弃 我你不可以让我尽量的事 孩子 据说 能住在一所可以看见富士山风景的房子 是许多日本人的梦想 东二和性子也有他们的梦想 在海边建一所小房子 养条狗 开间理发店 进门 有清脆响声的小铃铛 墙上挂着充满回忆的相片 老板娘负责收银 老板为客人设计形象 在现如今物欲横流的社会 这样的梦想显得格格不入 但对性子东二两人来说 却如同宝藏 被死亡的恐惧伴随 是一种什么感觉 而这种感觉 已经萦绕在性子身上十年 像是被判了死刑 缓刑十年之刑 给你生的希望 但又知道 有一天他终将来临 哥哥告知性子病情可能会恶化的消息 虽然还没有确定 但性子已经习以为常 实则内心已置身绝望的中央 情绪的爆发就是这么无常 白天刚和男友四处游玩 谈未来 谈梦想 夜晚发现 这些梦想不过都是幻想 本来没有对生活抱有多大的期望 但上天不知道是在可怜自己 还是在玩弄 在最后的这些日子里 遇到这么一个人 就算知道自己随时会离去 也没有放弃 这样的人现实中 一万个人里边大概会有一个吧 认识几个月 就能产生这么不离不弃的爱吗 或许正是因为这种爱如此稀少 才显得无法相信和珍贵吧 检查结果是恶性的 性子已经习惯了逞强 即便面对这如同死亡的宣判 但一想到 和眼前这个人的日子已经不长 眼泪还是如绝了滴一样 男人心里有比女人更高的泪强 但性子也同样能感受到 这已经是摇摇欲坠的倔强 性子偷偷跑出了病房 找到同样不能入睡的冬二 也许觉得自己时日不长 最后想把自己都交给对方 这是他自己27年来的第一次 可能也是最后一次 至少自己在这方面的经历算是完整了吧 左千惠是性子最好的朋友 他推自己走过的路 想必能从东京走到大阪 他和哥哥的交往很顺利 并且最近怀了孕 从好朋友到以后的一家人 太好不过了 但因为自己的病情 哥哥已经没有庆祝的心情 冬二放弃了工作 打算全心全意陪伴自己 只是说法换成了休年假 还是带心的 不想造成自己的压力 性子想到这一辈子 身边的所有人都在照顾自己 迁就着自己 自己的运气真的很不好 得了这样的病 同样 自己的运气也很好 身边有这么多关心爱护自己的人 所以 性子也真的很想尽自己的一份心意 希望不要因为他 而忽略了即将诞生的新生命 那个他还不知道 还有没有机会看到新的生命 那个在自己离开之后 能填补这个家失去的活力 充满了希望的生命 即便这个小生命还在肚子里 只有三个月 自己也忍不住向他介绍 这个他所眷恋的世界 希望冬二不要因为他 而放弃自己喜欢的工作 放弃自己的梦想 这种牺牲让人很感动 同时也让人绝望 希望彼此都能够积极向上 即便前路的希望已经变得渺茫 也要坚强 冬二答应自己的期望 还和哥哥送给了自己 一只小狗小庄 冬二去上班 自己在家里力所能及的买菜做饭 像极了已经过上婚姻的生活 这种生活好像又回到了往常 平静 但又充满了希望 只是这种好景不长 妈妈的探望 发现性子已经被病魔重创 性子还是和平常一样逞强 像是没有事情一样 冬二白天上班筹备时装秀 晚上到医院陪床 性子想活下去的心情难以隐藏 冬二虽不想承认 但性子能活下去的希望 已经非常渺茫 面对性子对死亡的恐惧 冬二表示自己会随他离去 性子希望他能将他的那一份 一起活下去 去完成他们两个的梦想 从和性子一起到现在 经历了那么多事 冬二始终都没有流过一滴眼泪 但今晚的眼泪好像特别难忍 即便吹着天台的冷风 也只能将就忍住 今天是冬二参加造型设计 时装发布会举行的日子 天气很好 性子早早就打扮好了 准备等左线会一道就出发 哥哥只是去捞到左线会 迟到了功夫 性子就突然虚弱晕倒 或许能看到自己时候一到 虚弱不堪的性子 被抢救过来的第一件事 就是求哥哥 一定要带他去发布会现场 这是他最后的愿望 也是他和冬二的梦想 用尽最后的力气 看着最喜欢的人 再次充满干劲的 做着喜欢做的事 自己总算没有遗憾了 而时间也已经到了 等不及看冬二接受观众的掌声 性子就已经没有力气了 在急救车上 冬二一次次的呼唤着他的名字 或许 性子跟病魔商量好 借给了他最后一点时间 让他跟冬二做了最后的道别 留下了最后一滴泪 和让冬二永生难忘的 最后一抹笑容 或许是家人们已经准备了十年吧 所以这个家即便失去了他 也没有一种凄惨的气氛 只有对命运安排的无奈 人真的会说走就走呀 当你还来不及爱惜珍惜的时候 我不知道冬二是怎么办到的 面对已经离去的性子 可以冷静地为他画最后的妆容 这一幕 即便在旁边帮忙的阿巧 也已经控制不住 直到阿巧离开 直到性子妈妈送来那双红色鞋子 这一刻 冬二的倔强已经用光 性子火化的这一天 天气很好 就像性子的性格一样充满阳光 哥哥说多亏他 在性子生命的最后几个月 给了他那么多 妹妹才会走得那么安乐 冬二带着和性子一起养的那条小狗 照着他们当年的设想 在海边开了一间理发店 小女孩像性子小时候一样 切生生地拿着明星的照片 希望能让冬二帮他理成明星的模样 本剧到这里也就落下了帷幕 木村拓栽的表演 把冬二的爱情演绎得平淡又深刻 这是两个好演员 也是一个不错的剧本 关于生命的 关于爱情的 关于梦想的 关于亲情的 关于友情的 关于事业的 都能在这部剧里 找到新的视角和领悟 这是两个普通人 最普通的爱情故事 也是这美丽世界的一部分 即使从一百公分的高度来看 这个世界依旧美好 好了 本剧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喜欢的点赞订阅支持一下吧 下一步还想看什么 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咱们下一期不见不散